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川长达23公里,是阿尔卑斯山间最长的冰川,主体位于海拔4000米的少女峰山区内,冰川之门位于海拔2500米的马萨峡谷。 阿莱奇冰川的规模令人叹为观止,尤其震撼的是它冰层厚度可达900米,假设我们将这冰融化成水,按每人每天用水量一升来计算,可供地球上所有人使用6年。 由于气候变暖的原因,在过去几年里,它竟受到了严重的消融,专家预计到2100年,阿莱奇冰川接近90%的面积将会消失。 所以冰川还是要趁早去看,从阿莱奇出发,我徒步到达海拔1950米的贝特莫阿尔卑小村。 这里是个禁止汽车通行的村庄,只能通过缆车到达,是阿尔卑斯山区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区域。 这里也是著名的滑雪圣地。 这座可爱的小教堂,坐落在村子中海拔2000米高的山顶,视野极佳,可以看到群山的全景。 可能是因为不通汽车的原因,又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上,于是便有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安逸与宁静。 雪山,教堂,小木屋,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童话般的山区美景。 我站在小村里,整个小山村安安静静地,夕阳漫洒在大地,给四周的一切披上了一层红光。 我们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是的,这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远离城市,幽静安逸。 我们今天要学习它,今天在高山上,在南大, 特别漂亮的雪山,围绕着湖,围绕着地方,我们来学习这个课程。 瑞士民间传统乐器阿尔卑斯号角,被视为瑞士的灵魂。 瑞士人的血管里,流淌着阿尔卑斯号角的音符。 阿尔卑斯号角,旋力雄浑,低沉,朴实,易如阿尔卑斯山。 很久以前,瑞士农牧区的村民将山坡上自然长成的山树,制成简单的号角,用来召唤牧群和传递信息。 据说,借助山风之力,号角之声,可以顺风传出十公里外远。 《 Dios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一把长号价格不费 要三千多瑞士法郎 约合人民币两万多元 这一把是老师的便携式长号 可以随时带着出国演出用 我希望有机会大家都来体验这个瑞士长号 特别特别内心的平静 高原上在雪山上 在草地里特别特别舒适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体验 巴雷中南达每年举办国界阿尔卑斯长号音乐节和比赛 是当地重要的文化活动 上百个阿尔卑斯号角演奏家 站在我现在所在的翠绿的山坡上 一起演奏 场面壮观 真可谓惊天地而气鬼神 刚下山就碰上了 瓦莱州最古老的 高山盐水灌溉渠 也被当地人称为比斯 比斯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5世纪 历尽沧桑大部分比斯至今还在使用 这是一种在山坡和高山上人工堆砌成的饮水槽 主要的目的是引雪山上的冰川融化后的山泉水 来灌溉农田葡萄园果园和人畜使用 山泉水经过高山岩石的过滤 清澈透明且寒人体所需的矿物质 喝一口清泉水 爽心清沸 令人心旷神疑 最高的比斯位于阿尔卑斯山2300米 八条沿着比斯修建的山区徒步路线总长超过200公里 旅行者沿着比斯翻山越岭 在欣赏大自然美景的同时 还可以停歇喝点山泉水解渴 惬意非凡 回到酒店 泄去了一天的疲惫 让温泉浸泡着整个身体 慢慢的放松了下来 在温泉里 放眼远眺 你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阿尔卑斯山美景 在冬季 这里是著名的滑雪四大山谷的所在地 在南达的山顶 可以目睹到马特洪峰和波朗峰在内的20座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雪峰 在阿尔卑斯高山上 寒意渐浓的日子里 最惬意的莫过于一边欣赏着落日余晖 看着远处连眠的雪山美景 泡着当地的温泉浴 别忘记点赞 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